黑丝落我家了,妻子的手机屏幕上显示了微信内容,而给她发微信的是我的上级领导黄冲,田云怎么会跟我领导认识,正当我思绪难解,手机屏幕又亮了,还是黄冲发的信息,送你的东西,喜欢吗?什么东西? 我忍住浑身躁动的情绪,拿起田云放在一旁的包,翻了下,竟是一件黑色带花变的睡衣,拉丝半透明的那种,怒火扣在我脑门上,我顿时丧失理智,结合黄冲发来的这两条信息,基本断定他跟我老婆关系亲密到送睡衣的阶段了,而且田云今天还去过黄冲家里。 老公,你怎么犯我包啊? 田云从卫生间出来,见我站在他包旁边,娇衬着皱眉,从我手里夺走睡衣,老公,这是我们直播间新款睡衣,好看吗? 田云是平台主播,直播卖睡衣,款式都是少女萌萌款的睡衣,跟包里这款类型相距甚远,他在撒谎。 搭配上黑丝会更好看,我故意这么问他,我记得你早上穿了黑丝出门,黑丝呢,搭配上让我看看。 田云脸上一僵,但又很快勾起笑,他把睡衣丢在旁边,挽住我的手,亲密开口,上班路上不小心刮破了,我随手就给扔了。 看来是真落在黄冲架了,我气得身体都微微发抖,但我要忍,没有证据之前,提前暴露对我来说没有好处。 这睡衣我怎么看都不像你们公司的,真的是新款。 这么暴露的新款,直播平台会给上吗? 起初,田云从平台直播唱歌,转型卖睡衣,我是坚决不同意的,但他一再坚持。 告诉我,他们公司睡衣都是正规且正常,我连续看了他一个月的直播,的确正规,也就默许了。 但这件睡衣,总是要调整的,这款内部发给我们员工,不一定要上,我就是先让我老公看看。 他说着,双手环在我的脖子上,试图转移目标。 老公,我们晚上,田云的话音还未落,我的手机响了,我将他不动声色推开,扫了眼,竟然是黄冲的电话。 他这时候打电话来做什么,唯,黄经理。 我平静地呼吸了口气,小鱼啊,公司临时出了个项目,可能比较着急要策划案,你看晚上方便加班不,加班费我到时候会跟公司提。 黄冲笑呵呵的声音,在电话那头传来,丝毫掩饰不住他的油腻。 加班,到底是加班还是把我支开,这,但黄经理,我都到家了。 我知道,但这是很好的机会,如果你不想在公司领导面前多冒奸的话,那我把这次机会让给别人了。 他半真半假的威胁,我知道黄经理的好意,我现在就去公司加班。 我不再推托,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。 二,出门前,我把时常记录工作用的录音笔偷偷放到了主卧的抽屉里。 老公,又要加班啊,你说你这一月到头,经常加班怎么会吃得消啊? 田云的脸上闪过恋恋不舍的情绪,拉着我埋怨我加班。 在今天之前,我因为每月加班的事还对田云报以愧疚, 但看到那两条信息跟睡衣后,我几乎能断定他跟我领导的关系不菲。 你乖乖在家待着,我加班也是为了好好挣钱。 我敷衍了田云两句,扭头出了小区,到公司后, 我按常态没有见到黄冲,但又接到了他的电话, 无非是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到公司加班, 确定我到了以后,他的笑声都快一出我手机这头,恶心。 挂断电话,我陷入沉思,黄冲作为销售部经理, 经常会把策划案丢给我们来写。 之前我为了升职加薪,也统统愿意,倒是给我加了不少工资, 但我也都把工资交给田云保管,我思来想去,眉头皱得更紧了。 黄冲明明有家庭,他老婆来过公司,气质家长相俊俏, 而且我还听说他家里有公司,又是独生女,到时候钱都是他的, 黄冲竟然这么不知足,还来勾搭我女人,我完全没有工作的心思。 把以往的策划案翻了翻,在公司待了快一个小时, 我接到了田云的短信,老公,你什么时候忙完啊,回家了吗? 这是在探听我的口风呢,我轻笑了声,随后快速发了信息过去。 快了,再半小时左右,我想,黄冲现在在我家,正在不停地穿衣服吧, 恶心的情绪再度涌上心头,在公司又待了将近一小时。 我才回家,把策划案发给了黄冲,回家后,果然一片干净,除了浴室里还湿漉漉的以外, 田云躺在床上,像是任何事都没有发生过,老公,你回来了,我等你等的都快睡着了。 田云伸手来拉我,累了吧,赶紧睡吧。 你看着也挺累的,我看着他身上浅晓的印子。 冷笑,在我的房子里做这种不要脸的事,田云竟然还能装作若无其事,他的心理素质真是强大,是啊,那老公我先睡了。 田云冲我笑笑,随后便扭过头睡了。 我没洗澡,也合一躺下,一直听到田云沉睡后,我才拿出放在床头柜的录音笔,去了阳台,我没猜错,他们就是在我的卧室里做了这种事。 那种叫声热情的,简直让我作呕。 田云一口喊着,黄冲叫老公,更有些不堪入耳的话,听着我直反胃。 对,我跟田云当初是相亲认识的,他长相甜美清纯,只见一眼,我便被吸引了。 当时他刚毕业,从农村出来,心思也单纯,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。 他跟黄冲有这种关系,在他们事后聊天中,我得到了这个答案,还听到更加让我震惊我三观的话。 老公,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啊? 我们保持这种关系,都两年多了,你可不能旷我。 是田云娇滴滴的声音,字里行间都透着要黄冲离婚取他的意思,两年多了,他们竟然有这种关系两年了。 我脑海中浮现出两年前,我们公司团建我带田云一起。 当时黄冲也在,时不时问我田云的工作,还是可以给田云安排工作。 我婉转回绝了,说田云是一名主播,黄冲还问了我田云是哪家直播间的,往事不停在我脑海中翻转。 我迅速想起团建后,田云的直播间出现过一位大哥,专门打赏柜的礼物给他。 那段时间,田云光室礼物提成都收到手软,我还记得那人的ID叫土土尤巴,现在想来,这不就是个黄字吗? 原来,他们之后转了线下。 你放心,我一定会跟我老婆提的,现在我不正在转移他家资产吗? 黄冲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,你得再忍一忍,他防我防得紧, 我尽可能再转移了,我现在经理的位置都是他给我安排的。 我联系了医院片他怀孕了,想着有没有办法让他签个保险,受一人邪我,到时候呵呵呵。 黄冲说到这里,激动地开口说道,则,要是他意外出事,他所有的财产不都归于我了吗? 但你不是说你老婆的财产,暂时还都在他名下,家里的房子不也是他的名字。 天云问,你放心,我已经在劝他了,再等他给我投资,我老婆都听我的,等我把他的血吸干,就跟你远走高飞。 至于你老公,也可以让他签保险,弄个意外,你就有一大堆钱能享受了。 黄冲跟田云的话,简直丧心病狂,不仅双方婚内出轨,还想用害人命的方式取得财产。 我手握证据,脑袋飞速运转,绝不能让这两个人对付我。 第二天,我请假在外面的市场转了一圈,买了点针孔摄像头,安装在房间客厅。 黄冲跟田云不知道我发现他们的事,所以他们一如既往,故技重施,在我家肆无忌惮地翻云覆雨。 我收集到视频后,连夜剪辑了视频加音频,在我这些年累积的人脉之下,找到了黄冲的老婆徐丽梅的联系方式,我把一半视频跟音频发给她,又留了一行字。 如果你想要知道真相,去左岸咖啡厅找我。 没想到一天后,徐丽梅就来了,徐丽梅穿着一身素色旗袍,她踩着高跟鞋,坐在我面前。 不管是仪态身段,都展现着的她的气质。 我去调查过徐丽梅,是个家境极不错的富家小姐,有自己的小事业,但大部分精力也用在家庭上,把身上很多商业资源统统用在了黄冲身上。 我打听的结果,徐丽梅很爱黄冲,甚至有点恋爱脑,我见过你,黄冲的手下榆林。 徐丽梅坐下的那一刻,眼神轻轻落在我身上,你为什么要陷害黄冲?为了往上爬吗? 徐小姐,视频跟音频都是证据,我发给您了。 我没想到徐丽梅会如此相信黄冲,甚至认为我在陷害她,视频可以一二换脸。 音频你也能找个声音相似的,想要陷害黄冲的人不少。 我没想到她一心信任的手下,竟然会找到我这里,说她外头有人。 徐丽梅轻蔑看着我,你想看现场直播吗? 对于徐丽梅的话,我并不生气,但我这次是恰好点过来的,他们两个在我的房间里做那种事,我总不能A2换脸吧。 她喜欢黄冲,自然第一反应是维护自己老公,毕竟黄冲在她面前可谓是三好男人,可她必定是动摇的,不然她不会出现在这里,真有现场。 徐丽梅皱眉,下一秒又生气站起来,你别胡说,我不会相信你的。 我告诉你,你在背后陷害黄冲的事,我还没告诉她。 我也怀孕了,你要再继续纠缠,你根本没有怀孕。 我把家里的直播现场调出来,放在徐丽梅面前,那是黄冲的手段。 她想从你身上尽可能骗钱,她最近是不是还让你签了一份保险单,受益人是她? 我的话音刚落,徐丽梅的脸色顿时僵了,你怎么知道? 好好看看吧,视频里的女人是我老婆,我在前几天发现她们之间的关系。 我不想多说废话,把睁眼摄像头的直播内容,跟后半部分的音频全部摊开来,跟徐丽梅详细说了一遍。 还有,如果你不相信我,自己可以偷摸去做个检查,是否没有怀孕? 我只是想跟徐小姐合作。 黄冲真不是人,从录音笔里的内容完全可以听出来,她找人给徐丽梅下药,让她乱了生理周期,再去黑诊所开了证明来糊弄徐丽梅,目的就是为了让她签保险。 黄冲想在这几天内彻底得到徐丽梅的财产,你想要我怎么做? 她颤抖双唇,正正看向我,她终于信了,徐小姐,离婚吧。 我坚定地看向徐丽梅,只要你这边能干净利落地跟她离婚,既能保全你,又能撕下他们虚伪的面具。 但我怕她会做出过激伤害你的事,你尽量不要除拆穿她在外面找人的事。 我也不说,就当作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勾当。 我说着,狠狠一拳头落在桌上,内心在气愤,我也要忍住,我要他们美好下场。 你有计划? 徐丽梅皱眉看向我,是,我老婆拿走了我所有积蓄,我要她一分不少地吐出来。 徐丽梅是个很果断的女人,也许是医院查了身体,她跟黄冲主动提了离婚。 但我没得到好消息,徐丽梅在深夜给我发短信,我想了想,还是暂时不离婚,她竟然反悔了,可她为什么反悔? 我正想打电话过去,又接到了徐丽梅的短信,我会抽时间找你。 这一等,又是一星期,这期间,田云跟黄冲仍然有来往,肆无忌惮。 而他们始终没有发现装在我家的针孔摄像头,我知道徐丽梅没有出卖我。 那天,工作时间,我收到了徐丽梅的短信,邀我在附近的咖啡厅见面,我很想知道她到底是为什么不同意离婚。 一直到我见到她,她脸上稍稍褪去的乌青,我猜到了大概,我那天去医院检查,发现我的确没怀孕。 我直接跟她摊牌了,提出跟她离婚,但我没想到平常看上去温润的男人。 那时候就像是魔鬼,直接跟我翻脸,甚至动手打了我。 徐丽梅说到这里,哭红了双眼,身形都变得摇摇欲坠,脸色惨白。 她不准我离婚,还把手机丢在我面前,都是我们婚姻期间私生活的照片跟视频,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偷拍的。 她让我别跟任何人说,不然就把照片发到我父母那里,发到我同学群,我,我没人可以诉说,我只能找你。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看着她我都能知道她有多伤心,就如我得知,田云劈腿黄冲,心里恨意痛意交织,别哭了,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,我来想办法。 我知道,像黄冲这种人渣,一旦撕破脸皮,没那么好说话,甚至还会想着之后的事要怎么对付她,不过好在徐丽梅还有理智,并没有把我交代出去,你真的有办法。 她激动地看向我,有,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,我会帮你拿到照片跟视频的初始文件,但也有一点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,可能需要花点钱。 好,多少钱我都愿意花。 徐丽梅激动地开口,我回家后,躺在沙发上开始想办法,托朋友找到了一家私人侦探所,帮我调查黄冲,资料给得很快,我也快速找到重点。 黄冲除了喜欢在外面勾搭女人以外,还很喜欢赌博,他经常出入一些会所,进行赌博,我从资料中得知,黄冲这段时间赌博痴迷,欠了很多钱,我估计是想还债,才想从徐丽梅那里得到更多资产。 老公,你在看什么呢? 天云见我看手机,身体快速朝我的方向缠过来,他的手若有肆无地攀上我的肩膀,老公,最近好久没有跟我一起睡觉了,你怎么了? 自从知道他跟黄冲的关系,我始终觉得隔应,恶心。 哦,最近工作有点忙,我的确对他敷衍了不少,工作这么忙,工资发了没有。 昨天十五号,应该发工资了,怎么没给我啊? 原来是因为这事,之前只要是工资到账,我都会在第一时间转给田云,但现在,他还想从我这里拿走钱,是痴心妄想。 工资是发了,但被我爸妈借走了,家里房子马上要拆迁了,他们需要钱置换房子。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,笑着,我刚想跟你说说,家里拆迁的事。 家里要拆迁了。 田云半信半疑地看向我,眼神中的狐疑掩藏不住,是啊。 已经去村里测量过了,我们村庄周围都拆得差不多了,就剩下我们村,我耐心详细地跟他解释了一遍,但我父母的情况你也知道,他们手里没什么钱。 我家里只供我一人读书,除了我以外,我还有个哥哥,那没钱也不能问我们要啊,你哥就不能出点。 田云脸上闪过不屑,完全不想跟我家扯上关系,我哥跟我大嫂把所有钱都给爸妈了,爸妈也说了,房子拆迁谁出钱多少,按照比例给我们两兄弟分房子。 我的话音刚落,田云的眼睛都瞪大了,你说什么? 我知道你不想出钱,毕竟我们手头的钱也不多,家里的房子虽说能拆迁,也应该给我哥多些,这么多年来,他跟嫂子在照顾我父母,榆林,你疯了。 田云叔弟从沙发上站起来,能分房的是,你怎么不跟我说? 他见自己太过激动,又重新坐下来,榆林,你也知道,这些年我们手里的存款多少有点,不至于穷的叮当响,爸妈需要帮助,我们当然要出资了。 我们手里有多少钱? 我问,这些年把钱放在田云手里,我压根没有过多询问,手上有多少,我也不了解,反正不少,但这件事必须要确定了以后,才能实施啊。 榆林,你什么时候抽空回家问问爸妈,这是到底靠不靠谱? 天云对钱从来都斤斤计较,特别涉及到我家的事,他更是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,行,那再等等吧。 我知道,还不能太着急。 一旦着急,容易被他发现,半夜,我偷偷起床,又快速联系好黄冲欠债最多的会所,安排好一切,等着好戏开场了。 第二天晚上,我替徐丽梅联系好的人,在会所门口处,直接把黄冲扣住了,你们是什么人啊? 黄冲挣扎着,被拖到了隔壁包厢内,他还在大呼小叫,你们凭什么抓我? 黄冲,欠债还钱天经地义,我已经等了你半个多月了,欠我们老板的钱力滚力都过百万了,今天要不把钱还了,别怪我们不客气。 男人抬手狠狠一巴掌,打在黄冲脸上,这一切,我跟徐丽梅在镜子后面看得一清二楚,人也是我提前安排好的,只要花点钱,让会所老板陪我们演场戏,不是说好会还上吗? 再给我点时间,我很快把钱凑齐了。 黄冲央求着,即便是被打了一巴掌,仍然像条喀巴狗。 没时间,我去调查过你,你老婆很有钱,怎么连一百万都拿不出来?男人继续问,我已经紧快了,我老婆他们家还不知道我欠债的事,不然我一分钱都还不上。 黄冲央求着,放心,只要我一拿到钱,欠你们的一切我都会还上。 我没时间听你承诺,不如你拿出点诚意来,留下点什么东西?男人上前拽住他的头发,留下你一只手,当作抵扣?我才能相信你真能把钱拿出来。 不行,不行,不行,我的手要是没有了,我老婆迟早会发现。 他家要是发现我在外赌,他就不愿意把钱给我了。 黄冲激动得满头大汗,吓得身体都颤了,你连自己老婆都拿不住。 我可不信,今天这事必须要解决,要不留钱,要不留点东西,证明你能还上钱,我才能放你走。 这男人是我专门找来的,脸上有道疤,再加上毒眼,看起来就像是道上混的。 这期间,男人对黄冲又是一通威逼利诱,黄冲终于败下阵来。 他开口求饶,我,我有我老婆的私人照,我去取来,给你们做抵押,我一定会还钱的啊。 总算是到点子上了,我看到身边的徐丽梅脸色都暗了,双手紧紧握着拳,气得浑身站立,恨不得上前去撕碎了黄冲那张脸。 徐小姐,一定要忍住情绪,等拿到你想要的东西,再对付她。 我出声安慰,我知道徐丽梅把所有的经历跟感情全部都投在黄冲身上,可黄冲却自私到为了自己。 随时随地出卖徐丽梅,就像是看着老师的田云,可以毫不犹豫背叛我一样。 同是天涯沦落人,刀疤男压着黄冲去了公司,找到黄冲的优盘,里面竟然有好几个G的照片跟视频,据黄冲说里面除了徐丽梅,还有其他人的,这东西有被分吗? 刀疤男按照我的指使问黄冲,没有,我全部都存在这里,没有被分。 黄冲吓得连站都站不稳,那就行,你最好识相点,把钱还上东西还给你,要还不上,下次就要剁你手了。 我在附近的酒店里,听到他们的话,这才放下心来,刀疤男很快把优盘交到我手上,我把钱给他结算清楚,把优盘放到了徐丽梅手里,东西拿回来了,你检查下是不是有问题。 酒店里刚好有电脑,徐丽梅的手在插油盘的时候抖得厉害,我看她深呼吸地盯着屏幕,然后耸着肩膀,哭得浑身颤抖。 我想,徐丽梅此时哭得有多伤心,黄冲的下场就会有多惨。 回家后,没过多久我接到了徐丽梅的电话,我提出离婚,说她手里就算是有照片跟视频,我也不怕,她跪下来求了我很久。 徐丽梅的声音听起来坚定,我让我父母也来了,撕下了她这张虚伪的脸。 她被我赶出家门了,公司那边我也打好招呼。 她的职位,由你来顶,对了,还有一件事,我在幽盘里发现,你田云的照片已经发你邮箱了。 谢谢。 这些都是我意料中的事,黄冲连自己老婆都不放过,还能放过田云,不用谢,如果没有你的话,我恐怕还看不清这个人渣的真面目,你有其他需要我帮助的地方,可以随时喊我。 徐丽梅笑着,我一定帮你,我还真有一件事,需要你帮忙。 我这边的计划也要开始了,在事情结束之前,把存在田云那边属于我的钱,全部都要回来。 挂断电话,我很快收到公司的短信,任命我为销售部的经理,田云也刚下班回来,看得出来他很疲惫。 老公,我好累啊,家里拆迁的事,你到底问清楚了没有? 爸妈没骗我们吧? 田云匆匆走到我面前,我知道,黄冲如今没了徐家坐靠山,肯定想方设法地,想从田云这里捞点钱,而接下来的这出戏,我要他们不仅身无分纹,还要他们撕破脸皮。 没脸继续在这城市里待下去,没有,刚还给爸妈打电话,说可能快公布了,你有没有朋友可以打听打听这方面的消息? 我给他倒了杯水,沟纯笑了笑,不过村子里都在传,是真的。 打听啊,田云撇了撇嘴,哦,老婆,我有个好消息,要告诉你,我升职了。 我想看看,田云会是什么反应,升职,什么岗位啊? 他好奇问我,我之前是销售部小组长,公司是一个萝卜一个坑,黄冲没走之前,别人是绝不可能升职的销售部经理啊,你知道黄冲吗? 我们黄冲里,不知道为什么从公司离职了,我代替他的工作。 我的语调张弛有度,话音刚落,田云手里的玻璃杯瞬间滑落在地,啪哒,一切支离破碎,老婆? 怎么了?我焦急地看向他,哦,没,没事啊,我不怎么知道他呀。 田云笑眯眯的,可他此时此刻的模样,简直比哭还难看。 看来黄冲离职的事没有告诉过他,于林,我有点不舒服,先去房间睡一会儿,家里拆迁的事我再问问情况,如果是真的,我立刻去取钱。 看来田云这点意识还是有的,黄冲靠不住的时候,总是想从我这里再捞走点什么,田云回到房间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给黄冲打电话。 这些我都能从摄像头里看得一清二楚。 他们的对话,他们的行为,全部在我的掌握之中,镜头里的田云显得很激动,也提到了黄冲要问他借钱,但他这回怎么都不肯,但很快被黄冲安慰好了他的情绪,黄哥,你应该有人脉打听得到关于那村子拆迁的事吧? 听说规划都要下来了,把钱投资进去,能分到他父母的房子。 哥,到时候要真能分到房子,我就跟榆林说再见,房子只写我名字。 不都是我们的了吗?那升值起来可不是几十万了。如果是假的,不能拆迁,那就再说吧。 毕竟创业有风险,这份房子可是轻而易举能得到的。 我听田云话中的意思,便知道他没完全被黄冲忽悠,但听到这些内容只想作偶,这未免也太露骨,太不要脸了。 我们家的房子,田云竟然想跟黄冲独吞,黄冲的效率蛮高的,马上就给田云调查出来是真的。 第二天晚上我下班回家,田云早已把银行卡放在客厅了。 老公,这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,密码是我生日,一共八十万都给爸妈拿去,房子的括户要是钱不够,我们都给出了。 田云恨不得此时此刻让我把我爸妈的平方全部划过来。 老婆,你真的好大度。 我宠她微微一笑,钱立刻转到了我爸妈的账户里,我给徐丽梅发了短信,感谢你的帮助。 如果没有徐丽梅,这拆迁的假消息也没这么轻易让黄冲调查出来,也不能让田云百分百信任我。 则,把家里主要财产转移了以后,我就放心把接下来的事做得更绝了,好戏还在后头呢。 连续一礼拜,我去上班后,黄冲便来我家跟田云苟且,我看得一清二楚。 这段时间,黄冲一直没有把跟徐丽梅离婚的事告诉给田云听,我偷偷放了消息出去。 当天田云便在家里跟黄冲大吵一架,昔日温情早已不在,田云甚至催促黄冲把之前借给他五万块钱快点还上,黄冲气的声气发飙, 警告田云以前给他刷的礼物都不止五万块。 我只觉得可笑,原来他们所谓的你浓我浓,如此不堪一击,晚上我回家,田云便扑上来了。 老公,你们黄经理是不是因为跟老婆离婚,被从经理位置上赶下来了? 你怎么知道?我的演技也在飙升,我听别人说的,我以为你好端端的怎么升职了。 田云不敢在我这里打听太多,搭拉着脸,但我敢说啊,我都不知道黄经理原来是这种人, 我以为他家境挺好,没想到竟然家暴老婆不说,还私底下喜欢勾搭公司小姑娘偷拍那种视频照片。 算了,这些都是别人家的事,我们不做参与,我倒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。 我立刻转移了话题,可田云脸明显僵了,他在害怕,神,什么事啊?他心不在焉,哎。 我叹了口气,淡定自若地把话说出来,拆迁的事办下来了,我哥想把我父母的房子整个要走。 他说,他们现在还都是农村房子,我们又已经在城市买房了,所以,什么? 我们自己买房还买错了,那不是你爸妈当时为了让你工作方便,让你结婚,才买的房子吗? 田云顿时坐不住了,你哥不是说要在父母身边照顾父母,才一直在农村吗? 这不是拆迁了他们没房子。 我爸妈想着,他们刚好能有两百平,一百五十平给我哥,也算作是给他补偿了。 补偿?我们还住着几十平的小房子,你哥要一百五十平。 凭什么? 田云焦虑起来。 气恼道,你也是儿子,你凭什么没得分? 因为我户口早就迁出来了,我爸说我想要房子,也必须要把户口迁回去,要是单身的话,还能阔户,成家的户口迁出去的,不能阔户了。 我慢悠悠地告诉他,我爸说让我想清楚,要不然要一百五十平的房子,要不然把我们现在住的这套你过户给我哥,只能二选一。 我们现在住的这套,单价三W一平,面积就八十平,总价二四零W左右,而我老家虽然在县城,但房价也将近三W了,折合下来,一百五十平的房子也得有四百W多,这笔账,我想田云怎么都算得明白,田云的脸色皱黑,可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的,他早已让人去调查过了。 我们村的扩户政策是大龄青年才给过户,只有我单身,又把现住房给我哥,我才能回家扩户,如果现住房不给我哥,我哥也不会把村里的平方让出来。 这些,我都跟田云详细说了一遍,我晚上提出在沙发上睡,让他好好思考一下,第二天,我想来的时候,看到他站在我沙发边上,老公,我们离婚。 他娇笑着,拉着我的手,我去打听过了,你们老家的房子拆迁后,可能被分配到好点的地方,到时候,房价都可能不止三万。 他贪婪的模样,让人作呕,只可惜,这些信息,都是我让徐丽梅放出去的假消息。 为了骗田云的,很快,我们拿到了离婚证,房子也在我哥的催促之下,过户成功了,我在公司申请住房。 田云跟我说他也申请公司住房了,但我知道,他压根背着我在,偷偷跟其他给他刷礼物的金主约会,我让人收集了田云约会的信息,给了黄冲,又把黄冲偷拍田云的那些视频,顺便发给了自己一份。 那天中午,田云来我公司找我吃饭,开口就是问拆迁的事,老公,拆迁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? 什么时候拆啊? 爸妈会把平方给你吧? 拆迁的事? 你还有脸问我拆迁的事? 我一早上都在酝酿情绪,我指着他,气得把桌上的碗摔在地上,指着田云的方向,我家拆迁再多也跟你没关系。 于林,你,你在说什么? 田云不知所措地看向我,脸色铁青,你自己看,你干了什么好事? 我把黄冲给他拍的这些视频跟照片全部放在他面前,用力拍着桌子,这些东西是别人发给我的,你什么时候拍的? 嗯? 跟谁拍的? 结婚期间,你偷摸着给别人拍这种视频。 田云,你可真要脸。 我轻吃了声看向他,你这还要我跟你复婚? 还想要我家的房子? 田云,你到底想干什么? 周围的人看我们吵扰,眼神朝我们这看过来,田云要脸,他叔得站起来,朝门口的方向走了出去,他的眼神震惊又不可思议,我知道他要找谁算账去,所以提前接上徐丽梅开车跟上了他,果不其然,田云就是去找的黄冲。 没想到正好,黄冲从租房里出来,看到了田云,田云一上去就把包狠狠地砸在了黄冲的脑袋上,我猜猜都能猜到田云能说什么,大抵就是为什么自己离婚了,也不放过他,竟然把视频都传出去,可黄冲也不是好惹的,当众抓着田云的头发,骂骂咧咧,拳脚相向,我也猜得到黄冲说什么。 无非是田云在跟他保持关系期间,还跟其他人约会,毕竟那些田云跟其他金主约会的照片,都是我发给黄冲的,不如我们回去吧,别看了。 我怕黄冲的模样,让徐丽梅心里难受,想直接离开,却不想他一口咬定,看,当然要看看这对渣男渣女的下场。 下场自然是糟糕的,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却丝毫没有要停下,我打开车窗,能听到黄冲骂人的声音,见人,我要让大家看看你有多脏。 黄冲边说边撕扯着田云的衣服,你,你竟然敢下手对付我? 黄冲,你自己又好到哪里去?你为了自家老婆的财产,想要骗宝害他。 田云也忍不住反击,拍那种视频。 恶心,人渣,而这一切全部被人上传到了同城网上,自然很快有人把田云跟黄冲曝光出来。 田云主播的身份,在主播期间跟多少男人出来约会过,网上评论区甚至出现了他多个男友。 而黄冲,还有人曝光了他赌博的事迹跟以前当领导时欺负过多个下属,当然也有他的癖好被曝光出来的一时间。 因为田云跟黄冲的消息,直接上了同城网第一的热搜位置。 嘖嘖,徐丽梅特意让人空庭,避免曝光我跟他的身份信息。 黄冲跟田云哪还有脸,继续在这座城市里待下去。 我打听到田云卷了金主的钱逃了。 至于黄冲,徐家的人不可能再让他出现在徐丽梅面前,一个月后,谢谢。 徐丽梅特地约我出来,当面跟我道谢,如果不是你,我恐怕还蒙在鼓里,甚至有可能因为黄冲而丢了性命。 他是真心实意地感谢我,我也在他眼中看到了平静,我听说你在公司做得很不错,我们家准备要开一家新公司,正好缺个总经理,你有没有兴趣做管理层? 徐丽梅修长的双腿叠加,新买的旗袍衬得他身材愈发好了,脸上飞红。 不论是气质还是精神器,都比前段时间好太多,放弃一个如此爱他,家是好,长相出挑的女人,黄冲真的不后悔吗? 当然有兴趣。我笑了笑,对于我自己的能力,我从未怀疑过,你欢迎你,与总经理。 徐丽梅站起身,伸出手,我握住她的手,相视一笑,我想清楚了,男人嘛,还是要以事业为主。